等一下 OK先跟大家提一下说 那个学校 那个昨天公告说 就是这个学期一直到学期末 都会是线上上课 OK 那所以我们这堂课就 包括这个礼拜到学期末 OK 除了期末考 基本上都会是线上上课的形式 那那个期末考会需要大家来 来来来那个学校考试 OK 因为如果真的说是线上的考试 就是所谓的take home exam 那我就会被逼得要出 比较难的题目 其实你们不会希望我这样 我这样的做 所以还是就是说来学校考试 还是比较好的 那当然就是说 助教会会那个就是 就是确认说 确认说 大家坐的位置足够隔开 不会不会说因为来考试 而会有感染的这种风险 OK 那 那要跟大家提醒一下说 我们期末考的时间 事实上是 就是从今天往后第三个礼拜 也就是说期末 也就是期末考的前一个礼拜 就是期末考周的前一个礼拜 OK 因为我们期末考周会是就是期末的那个报告 OK 那那个期末报告呢 就是还是会用线上 就是本来是希望说 如果说我们可以现场来做期末报告 那这样子会就是我可以可以可以弄个pizza party 大家一边吃披萨一边一边看人家 就是就是就是看大家的报告 那也因为因为疫情的关系哦 呃看起来也不能这样做啊 所以呃所以所以所以这个这个这个期 但是期末报告就是呃我们会 我会请助教把那个你们每一组的时间 先公告出来 你们每一组应该有差不多20分钟 所以呃助教会公告你们的那个顺序 跟每一组准大概开始的时间 那就是呃呃其实你们一个人就一组嘛 对那就是也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呃就是我今天会把那个 这个第五次的作业公告上去 在e class上面 那这个就是你们在交第五次作业的时候 也请你们把你们准备要报告的投影片 啊不那个那个就准备要报告的那个paper 就是一起一起就是就是交上来 这样子好不好 那这个就是然后再来还有就是最后一件事 在我们开始之前有学生问说 哎那我们到底有几次作业哦 我们我们还是有六次作业哦 因为那个呃呃我们会取最高的五次哦 来算那个成绩 那如果说呢我们就只有五次作业 就是我们最后一次作业没有的话 那其实对你们是比较亏的 那所以我们会有第六次作业 那那个第六次作业呢 呃呃应该是在就是呃 就是下下个礼拜上完课以后才会出 也就是说在presentation之前才会出 啊对在在考试考试只呃 希望期末考之前一个礼拜才会出 那很可惜就是他丢队不可能在期末考之前哦 那呃呃助教很显然 因为他丢队根本是在期末考之后的一个礼拜 所以呃也不太可能在考期末考之前 把最后次的作业就是改好还给同学这个不太可能 但是呃我希望说那个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当然如果说你前面五次作业 已经大概确定可以拿到不错的分数的话 其实你不用做第六次哦 你不用做第六次 就是说那个第六次是给有些同学都觉得说 哎我我前五次所以有一两次做的 有一次做的比较不好 我希望说用最后一次的作业成绩来取代他 的这样子的同学 那那那来来做这个最后一次作业 这样子好不好 那呃 就是所以这些问题哦 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那呃还有一件事就是说呃我们虽然是那个线上上课 那一开始助教都会把大家mute掉 ok但是大家如果有问题 就是欢迎随时把你的麦克风打开来问 ok但是只是说请大家同学注意说你们问完问题以后 自己要把麦克风关掉 因为呢就我的经验就是这种这种线上会议的这种 软体哦就是如果说就是大家都把麦克风打开那后面的那个背景的那个噪音其实是蛮大的 所以呃呃我还是鼓励大家问问题 只不过说我只是提醒大家说你就是用麦克风问问题 或者你如果说不好意思用麦克风问你也可以写在那个就是就是那个message box 只是说message我可能在上课的时候不会那么快看到 那那如果说你呃 你要问问题你当然可以把麦克风打开 ok那只是说你问完问题以后记得把它关起来 这样子好不好 那这也是我呃自学习第一次用线上上课 其实呃就去就讲句老实话 这是为了这个线上上课我还很认真的去买了这个apple pencil哦 因为呃不可否认就是说这一吗这两课哦尤其这个因为我们教的是计算几何多线上上课哦 就是没办法画一些东西其实是不太好解释的 所以我我我我去特别去买了apple pencil来就是说到时候如果有需要 我们可以在这这投影片上或者白板上就直接用apple pencil来来来mark 那希望这些也有助于同学的理解这样 ok好那呃讲到这边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课哦 那呃呃我们上一堂课就要就是已经开了一个头了嘛 我们这这这一个张这张是要做所谓的binary space partition 那那个那个演算法呃这个他的motivation的问题是painters algorithm 那这个painters algorithm呢其实呢他主要去处理的就是所谓的hidden service removal 就是简单讲说当你就是呃就是呃呃可能这种开这种就是就是玩电动玩具啦就是就是什么fly simulation啊就是就是那个或者说是那个玩那种doom啊 ok就是那种那种射击游戏啊你常常就是在地下城市走来走去啊或者说你在空中飞飞机啊那你那个电脑荧幕上都要都要都要就是都要都要画出来说那个随时那个这个根据你的那个视角的改变那你的那个就是下面的景色就要有些有些不一样对不对 那那个景色的不一样的事实上有很多的东西哦当通常这些景色都是固定的 ok我们讨论的景色都固定的举个例子像建筑物像这个呃呃呃或者墙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doom里面有墙啊或者说什么门啊这些东西各或者说有桌子啊这些都是固定的 ok但是呢有些东西随着你的视角不一样那有些东西会被遮住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叫heathen surface removal ok就是有一些object他他必须他是可以看得到但有一些object会被别的object给给挡住 ok那这种东西叫shading calculation就是看去计算说拿些object被挡住这件事情 这其实很花时间哦那就是说那个传统是用这个zbuffer 那我上个堂课有讲过这个东西哦就是讲说这个东西其实还还蛮多的硬体哦就是这个图形 就这个呃graphic card就是那个那个那个绘图卡现在都支援这个zbuffer 那呃呃呃因为这堂课的关系呃就是说我们后面要讲稍微细一点的东西 所以我必我这边必须要少一把zbuffer再讲清楚一点 ok这边的所谓的zbuffer那个buffer是什么东西 简单讲就是说他他会存你的zbuffer就这个这个就是譬如说我们讲说这个飞机好了 假设你驾个飞机就是因为空中fly simulation 就是你你飞机你往下看的时候你那个你那个眼睛就是那个那个在玩家的眼睛在在那个虚拟的世界的眼睛 ok往下看的时候那每个object跟你的眼睛的距离 ok他会去算说ok譬如说每个object跟你这个眼睛的距离有多远 那他会把这个东西记在你的这个buffer里面 然后他是用就是说譬如说我讲说举个例子来讲说 object1跟object2好了那object1离眼睛比较近 object2离眼睛比较远 假设他们是在同一个pixel 同一个那个那个那个就是画面的那个点上面 那object2因为比较远嘛 他就被object1给遮住对不对 ok所以在在每一个pixel他都会记一个zbuffer 就是记一个最近的object是哪一个 然后他的他的他的那个他的那个最近的点是多少 ok那这样子就是你如果有一个新的物件物件进来 他只要去看说这个东西跟你在他的那个位置跟你眼睛的这个距离 如果说是比现在的在zbuffer记的那个距离还更近的话 他就把这个这个这个东西画上去 然后把那个zbuffer上面的那个buffer的值给update一下 就是因为他现在更更近对不对 那如果说他是这个物件新进来的物件是比较 比那个zbuffer记的那个距离再远的话 那就他就不要画 他很简单就是把就因为他就很显然就是他会被别的东西给遮住 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呢这个这个做法基本上是pixel level的就是 也就是说你的电脑的那个就是如果如果打电脑玩具就是 你看你的画面的那个resolution就是他的那个画画面的画质越细 那你可以想象那个zbuffer这个演算法所需要的计算时间就越久 因为他基本上是跟你的pixel的数量成正比 ok那他的好处当然是他可以用硬体来实现 所以他虽然说他也许你如果说用这个 因为他是跟pixel成正比 那一般来讲我们的这个电脑的这个 这个就是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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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resolution哦就是那个那个大概是呃 随着我们最近的那个电脑玩具越玩越好 那个那个resolution越来越高对不对 呃但是就算是很高的resolution 因为他是用硬体可以来来来来运硬体来来执行这个计算的 所以他还是可以做的还不错 ok但是呢如果说呢呃 你可以我们可以想象的到像刚刚我讲的这个东西 其实他是他是第一点他需要浪费很多的计 这个storage包括这个zbuffer ok那第二点是说他这个因为他是我所谓的pixel level的计算 所以他会有花很大量的计算对不对 ok虽然他是用硬体来做加速的 所以所以呃通常他不会占就是他他是会用在gpu上面计算 他不会占到你的cpu的时间啊但是呢就以就是演算法的角度来讲 他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那那那那那那我们实际上呢就是有没有更好的做法 有更好做法就是所谓的painters algorithm 什么叫painters algorithm 我解释一下ok他大概的概念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些物件好了ok 那你把这些物件呢按照他们就是说到你这个viewpoint的这个 到你这个这个眼睛的这个距离哦排序 ok从最远的排到最近的 ok 呃你可以看到说呃就是这个这个这个例子 这个我圈起来这个例子你可以看到说这个里面有三个物件 对不对ok很显然的一二三 ok一的是物件最远 二这个物件比较近一些三的这个物件是最近的 对不对ok 那所谓painters algorithm呢其实就很简单 ok他就先画 物件一 他从最远的开始画 然后呢 再画物件二 ok那当然他他在画物件二的时候 他自然的就会把 物件一被被被 要被遮住的那一部分给他遮掉 对不对 ok同时那那再来再画物件一 啊对不起再画物件三就是最近的那一个 ok 你可以看到说在他右边秀出来说这三个就是object 被画在你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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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萤幕上面的样子 那你可以看到说如果他们按照从远到近的方法来画 的话那是不是这样子的结果就是很好的结果 对不对 注意到我们这边的这边的这个绘画的这个 过程哦我们不是用pixel一个pixel一个pixel来计算 我们是当我们把这 object的呢从远到近把它排好序了以后呢 我们是一个object的一个object的把它画出来 对不对 所以是object level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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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 就是这个相对起刚刚我们讲说前面那个是用 所谓的呃就是pixel level的处理 这个是不是看起来是比较好的 因为一般来讲呃我们的呃就是说 那个就是物件的数量哦我们在这个一个萤幕上画的物件数量 应该是远远小于这个萤幕的这个就是pixel的数量 对不对 ok所以呢 这个这个当然是pixel的基本概念 ok基本概念但是但是呢 当你要用pixel的事实上有很多的问题 ok什么的问题 ok我举下面这个图ok下面这个图当例子 你看下面的图是有还是也是一样跟跟左左左左上边一样类似哦 他也是有三个三角形对不对 可是呢 在这个右下边这个三这个这个图里面 你其实很难把这三个三角形由远到近排序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这三个三角形他们是互相缠绕在一起的对不对 ok你可以很明显看到出来说 嗯就每一个三角形都有比较近的地方 也有比较远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呢严格讲起来没有任何一个三角形是最远的 也没有任何一个三角形是最近的 ok 所以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也就是说object这些object呢 他的那个距离哦 可以是一个cycle 可以会可以形成一个cycle 就是那在这种情况下面 我们没有办法简单的利用这个pantas algorithm 来由远到近把这些object画出来 对不对 好 那当然 有没有solution ok 当然还是有solution的 我们想象一下 ok这个白色的三角形 上面不是有那个曲线在上面吗 如果我们想 我们可以把那个白色三角形把它切 用那个在白色的曲线把它切开来 ok 把这个白色三角形切开成左右两块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说白色三角形左边那一块呢 就会变成最远的物件 再来是深色的那个三角形 再来是灰色那个三角形 最近的是白色三角形的右边的那一块 对不对 那你如果把原来白色三角形切成两块以后 那概念上你是不是就可以利用原来那个pantas algorithm来做这个 这个来画这个object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就给大家看说ok 他有什么问题 他有什么可能的解决的方法 ok ok 我们的解决方法 就是对这种所谓的Cyclic Cyclic Overlap 我们叫做Cyclic Overlap ok 环状的这个互相的这个这个交错的这种问题 那我们所谓把它剪开来 就是我们叫Splitting ok 就是把一个object把它切成两块 ok 讲起来很简单 ok 但是呢 我们要怎么样子才能够 做这个Splitting 让这个结果是有效率的呢 ok 讲的更清楚一点 ok 就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决定说 你到底要切哪一个物件 那 你要怎么切 ok 从哪边切 而且呢 你这个切出来的以后的物件呢 他们就会变成所谓的Fragments 就是一些碎片嘛 Fragments就是碎片 就是切完以后剩下来的就是 就变出来的东西就是碎片 那我们接下来要 这个把它排序 把这物件排序 但是呢 你可以很 就你可以想象的到 当你把这些物件排序的时候 这个排序的顺序是跟你眼睛 跟这些物件的距离有关系 对不对 但是注意到 ok 虽然这些物件是预先给定的 ok 就像我刚刚讲说 你是玩Doom啊 就是用什么打怪兽的啊 或者说呢 你是 就是用这个 这个 这个Fragments 在空中这个飞 你基本上 你那个地下的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Dungeon啊 中文叫怎么讲 就是地下的宫殿啊 或者说是这个 这个空中你往下面看 这些东西都是 都是预先已经在那边的嘛 对不对 已经在那边的 但是呢 虽然说这些东西 预先已经在那边 不会动哦 我刚刚以前也强调过 这些object都是不会动 但是呢 人的眼睛 可以从各个地方看 对不对 the viewpoint 你的 你在空中飞的时候 你的那个 你的眼睛可以在空中的 任何一个地方 或者说你在地下 这个这个这个 在那个地下那个通道 在走来走去去杀那个 那些是僵尸吧 对不对 在洞里面那些是僵尸还是敌人 反正就是 基本上 你也是走来走去啊 哪一把枪在那边护下 在那边一直在那边射击 对不对 你的人是一直走来走去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所以你要怎么样子 就切好以后 这些object的fragments 他的这些碎片 要怎么样子 来 储存 ok 前面已经讲 我们是需要有一个 有个顺序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 如果你就直接把它排序 那这个排序 就像我刚刚讲 他会跟你的那个眼睛的位置有关系 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做排序 我们要把它把它 怎么样把它储存 那这样子 你的眼睛在任何个地方都可以很快的找到这些物件的顺序 ok 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在这一章要回答的问题 ok 好 我先讲一下 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储存 这个binary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物件被切碎以后 他怎么放 ok 我们要储存的这种 这个这个资料结构 叫做binary space partition tree ok 简称叫BSP tree ok 那 下面是一个例子 下面是一个例子 ok 你可以看到说 ok 我们 这个例子当然是一个二维的例子 二维的例子 ok 那他有五个object 01 02 03 05 对不对 那我们这边切的方法呢 是用 直线 就是 就是 L1 L2 L3 L4 L5 跟L6 来切 当然呢 大多数的线 呃 就是说没有切到物件 但是有一些线 比如说 L2 跟L3 L2 把O1切成两块 L3 把O4 切成两块 对不对 ok 那 我们 的这个binary space partition tree呢 基本上 ok 它的 intermediate 这个就是说 就是 就是 所谓internal node 就是internal node 它存的就是这些切的线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说 L1 是存在root ok 那L1存在root 它上面的物件 ok L1这条线上面的物件 所谓上面 就上半边的物件 就是 所谓的O1 O2 O3 就是在它的右指数 它下面的物件 O4 跟O5 就是它的左指数 ok 然后呢 类似的做法 反复 就是 就是同样做法 你看 在它的 这个左指数 ok 就是 就是O4跟O5 ok 我们用L3 把它切开来 那这样子 左边 这L3的左边 就是它左指数 就是会存它 在L3这条线的下面 ok 就是 在L1跟L3的下面 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 这一块当然是 O4的一部分 对不对 ok 那剩下的 O4的另外一部分 跟O5呢 因为它是在 L3的 上半部 L3的上半部 所以呢 它就会被存在 L3的 右指数 ok 那在右指数 我们用L6 把它 这两个物件 就是O5跟O4的 那个另外那一块 把它切开来了 ok 所以说呢 那L6的下面 就是存O5 就是在L6的左 就是左边 就是左 left child 那L6的右边 就是存O4的那个 就是这个是 这个左边 这个是连到这边 这个的话 这个是连到这边来 ok 这一块 好不好 ok 那 同样的道理 在这个 L1的上面这边 这个所谓的 这个 这个上半的这个部分 这个 的这个O1 O2 O3 我们也类似 我们用L2把它切成一半 ok 所以L2是L1的 右边的小孩 ok 然后 然后Recursive 我们这样做 那你就会得到 右边这个图 那你右边这个树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这个树里面的 每一个 Leave node 就是说Intermediate node 基本上都是 所谓的 就是 就是 就是线 因为我们这边是二维的 ok 那 他 你可以把二维切开来的 就是线 ok 那 当然你可以想象 如果说我们的物件 这边只是三维的 那你要把它切开 就会变成 每一个Internal node 就要存什么 存一个面 对不对 ok 这边我们例子 当然是二维的 ok 那他的Leave node 每一个Leave node 就会对应到 一个Fragment 对不对 有可能是整个Object 有可能是切出来的 一个片段 对不对 ok 那这边切出来 总共有七个片段 原来有五个 因为O1跟O4 个别被切成两块 所以我们总共有七个片段 所以你看到说 右边这个数 我们是不是有七个 所谓的Leave node 就是 就是你自己可以输入看 对不对 好 那 那我们现在可以正式的来 定义这个BSP tree 正式定义BSP tree 当然你可能会 在看到这BSP tree 的时候 你可能会第一件事会问说 那我们把这个表示成BSP tree 我们怎么样子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随便给一个视角 随便给一个那个视角 随便给一个那个视角 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些 就是 就是可以他 给他给他 顺序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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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成从近 从远到近 ok 那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回答 好不好 好 我们现在先 先来 先来 讨论BSP tree的 正式定义 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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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情 讨论完了这个以后 我们再回答说 当你产生好了一个BSP tree 的以后的 你要怎么样子 就是说 把这些物件 画在荧幕上 ok 好 那 这边 ok 定义这个BSP tree 基本上一个BSP tree 哦 哦 就是 它是 for a set of objects in d dimension space ok 所以这些object呢 是 低维度的 space ok 它可以被定义成 什么 定义一个binary tree 所以所谓的 BSP tree 它一定是一个binary tree t ok 那它有下面的这个 property ok 第一个property ok 如果它这个集合 里面的元素 小于等于1的时候 就是 它里面就只有一个object 或甚至没有object 那t b 是一个leaf node ok 它不但是一个root 而且它也是一个leaf node ok 然后呢 呃 这个 这个 这个object fragment 就是刚刚不是讲说那里面 这个s里面 小一等于1吗 就是它object 小一等于1 就是如果它有object的话 它就会被存在 这个leaf node ok 就像 这边 你可以看到这个leaf node 是不是存一个 每个leaf node存一个object 严格讲起来是存一个fragment ok 因为有些有些是存一个fragment ok 好 那这是那个如果说你的这个集合的 它的这个这个大小 ok 或者说里面一个集合里面的只有一个物件 或甚至没有物件 那基本上你就就是就是这样子 ok 那呃 但是如果说你的那个s里面有不止一个物件 那ok 你现在会先 用一个hyperplan hb 把这个集合呢 切开来 ok 那 这个hyperplan hb呢 基本上是一个低减一维的 一个hyperplan ok 基本上 就像我刚刚讲说一个二维 二维的空间的话 你要把二维空间切开来 你的那个 你那个你要能够切 当然它会变成是 所谓一维的线嘛 对 那如果说你现在讨论是三维空间上 bsp3的话 那你的那个这个这个hyperplan 这边指的hyperplan 就是二维的平面 好不好 ok 那 于此类推哦 ok 那 呃 就是你的这个root 会有个hyperplan hb 那 together with the set hb of objects that are fully content in hb 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你有可能 你的 你那些object 有一些刚刚好 是在这个 比如说我们讲三维空间好了 你刚好有些object 他刚好在这个就要切开的这个平面的 对不对 或者说 假设你的object是一个line segment 好 那你假设在二维的状况下面 你你切的线刚好包含这个line segment ok 那你现在如果是这样的情形 那 你的internal node 就是除了放这些线 他可能也要放这个这些line segment ok 就是这个线包含的object ok 然后呢 再来的话 他会把那个集合S哦 切成两块 一块叫做S负 一块叫做S 所谓的S负就是 ok 嗯 怎么讲 就是你的这个这个这个H 就是原来的那个那个half plane ok 的那个负 H H HV负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HV切 把那个那个那个space切成两半 那基本上是下面那一半 ok 下面那一半 那跟这个S 跟每一个里面的S 跟这个这个S集合里面 每一个element相交集 就是看说你 有哪一些是出现在这个 切下来以后的下面那边的 那你叫这个集合叫做S S负 ok那另外一个 就是刚好是相反的 就是说你所有的object 你把它跟这个HV plus 就是这个切出来的用这半平面切出来的上面的那一半 ok 跟它相交 ok 那留下来的东西 ok 我们叫它S plus ok 那 那S负 这个大写S负哦 ok 它就是 再用这个BSPTree 再去建构成 现在这个NodeV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左指数 那这个 这个大写S加 它就会再会用 同样用BSPTree 建构出来一个右指数 那放在这个 这个这个V的右边 ok 右边指数 ok 那这个定义当然是一个地毁的定义哦 当然是一个地毁的定义 ok 那 那 那我们在这边在讲这个这个BSP的时候呢 那 那 很显然一点是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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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 size of the set SV 就是每一个节点 ok 注意 按照我们的BSPTree 数的这个定义 就算是InternalNode 它也有可能会存一些object 对不对 就是InternalNode里面的那个half plane 如果说有包含的一些object 那它也会存那些包包含的object 对不对 那反正这些SV就是在这个这个全部加起来 是 那 这个这个我们叫这个东西呢 ok 这个是叫做size of BSP ok size of BSP 但是这个东西事实上就是 就是the total number of object fragments ok 就像我举个例子来讲说 你可以看到说这边我不是有七个 左边这边不是有把它切成七个 七个片七个部分吗 对不对 这些五个object被切成七个部分 那这七部分就会放在 刚好我会放在它的leaf node 因为我们这边刚好没有任何一个object 是放在那个这个这个这个intermediate node的 ok 所以intermediate node的这些 这些它的这个这个vs都是空的 都是空的 但是呢 你可以想象的到说 对这七个树叶 它的这些每一个这个这个object的那个个数都是1 然后它的总和是不是就是7 对不对 所以呢 基本上当我们在讲这个所谓的 the size of BSP 的时候呢 ok 它事实上就是代表的是 the total number of object fragments ok that are generated ok 我们讲它是被generated的 因为 呃 这些fragments很多都是被切出来的 ok 那 嗯 就是 这个 the number of nodes of the tree ok is at the most linear in the size of the BSP tree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binary tree 那你可以想象的到说 ok 这些所有的这个fragments 应该说大多数都会出现在leave node 那 它的intermediate node 大概是两倍的leave node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所有的这个node的个数 是不是应该是 你这个size of BSP tree的一个 呃 一个倍数 被bound的 被一个倍数 被size of BSP tree的一个倍数 给给给给给给bound的住 对不对 所以说呢 ok 我们 事实上呢 我们 呃 你可以想象的到 哦 就是说 给定 一些object 给定一些object ok 然后呢 那我们当然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切法 对不对 各式各样不同的切法 ok 那不一样的切法 就会跑出来不一样的BSP tree 对 这是这右边的BSP tree 只是刚好是相对于左边这个切法 那你当然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切法 对不对 那你不一样的切法 你得到的BSP tree 就会不一样 对不对 那那你要怎么 怎么去衡量 这个你切的这个出来的这个 你的切的这个这个quality ok 或者说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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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P tree的quality ok 那一个很好的衡量的标准 就是 你的这个size of the BSP tree 或者你可以讲说 他total number of fragments 到底有几个fragments fragments越多 那你的quality ok 就越烂 ok 你的这个切出来的这个fragments的数量越少 你的这个BSP tree的quality就越好 ok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概念 ok 好 那 我们快要讲到那个Pentas algorithm ok 但是在讲那个Pentas algorithm之前呢 ok 我们先要讲一个东西 就是每一个node 它其实都会代表一个region ok 都代表一个region 而且这个region应该是一个convex region ok ok 举个例子来讲 ok 我们现在看这个左下边这个 ok 假设 ok 你 你的这个 这个 这个 你的右下边是他这个左下边这个图的这个 这个 他的这个 怎么讲 就是 就是BSP tree的话 那你那个 那个 用灰色的那个 这个mark 起来的那个点 他的region呢 就是 那个 这个三角形 为什么 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灰色的三角形 他到root的路上 总共有L1 L2跟L3 对不对 ok 那 因为这个点是在L1的右指数 也是L2的右指数 ok 所以呢 这代表说 呃 这个 他代表的region 会是L1跟L2 这两条线的 呃 呃 下面 下面 ok 欸 不对 对不起 上面上面上面 上面 因为是右边 右指数是所谓的 那个S plus ok 所以他是 他是 他是这两条线的上面 然后他是L3的左边的指数吗 对不对 所以他是 L3的下面 所以你看哦 LL1的上面 L2的上面 L3的下面 是不是代表这一块灰色地带 对不对 ok 注意哦 这个事情哦 对这个任何一个 这个点哦 这个BSP3的任何一个点 都都可以去看说 他的region是什么 ok 那 呃 这边只是一个例子 ok 而且呢 呃 这个region 一定是convex 我这边讲的convex 指的是 我们前面 那个在讲convex后的那个convex的定义 ok 他 不代表 没有代表这个region 是 有限的 ok 我随便讲 ok 举个例子来讲 一个BSP3的root 他代表是哪一个region 大家猜猜看 ok 假设是二维的状况 就像现在我们在这个讨论的这个例子 如果说是就是L1这个node L1这个node 因为他没有parant 对不对 没有parant代表什么 就不用切嘛 不用切是什么 代表说这整个二维平面都是他的 那整个维平面当然也是convex ok convex的定义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希望大家还记得 不要说 我们快要到期末了 结果其冲 其初交的一些概念 大家都开始忘 不会 就是 所谓convex的定义 就是说你在这个集合里面 随便给你两个点 你把这两点 拉成一条线 线段 ok 那这个线段的所有的 这个部分都会在这个集合里面 那我们就叫这个集合是convex 对不对 ok 所以呢 整块二维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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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面当然是convex 当然是convex 那你可以看到这L2 这个这个在这个右下边这个数的 如果说是L2的这个点 代表是哪一个 代表就是L1 他他因为他的父亲是L1 L1就是root ok 就是因为他在这个L2这个点 是在L1的右边的这个这个部分 所以呢 他代表这L2就代表说 这个点代表是L1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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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部分 整个这一半 ok 那这个当然也是一个convex 这也是convex ok 所以 每一个每一个点 每一个就是BSP3里面的每一个node 都有代表一个region 好不好 ok 那再来 假设假设假设我们讲到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讲说 我们希望建构一个 size 比较小的BSP3对不对 那 啊这个东西当然跟你Splitting 就是拿来切的那个线的选择 是很有关系的 ok 那一种这个切的线的选择哦 就是 你就把那个 就是 那个input的这个 假设他有一些 所谓的segment 你就把这些segment 把它如果是二维的行星 你就把这些segment 就是 线段嘛 把它延伸成直线 拿来切 ok 那 就是 如果说呢 在二维状况 你用 这个 这种 这个segment 延伸的 这个线来 来切的这种 东西哦 ok 切出来这种BSP呢 我们叫 这样子的这个 这个BSP哦 啊 的Partition 叫做Auto Partition ok 这边的Auto Partition 哦 的Auto 是什么意思 英文教学一下哦 英文教学一下 虽然 我们这两个其实 是 计算集合哦 那 呃 大家知道Auto的自首 代表什么意思吗 Auto的自首 代表是Self Self的意思 ok 呃我举个例子来讲 那 那个 车子叫什么 叫Auto Mobile 对不对 我们知道车子叫Car 叫做这个 这个这个 呃 怎么讲 叫Vehicle 但是另外一个英文字 来 来讲车子 其实叫Auto Mobile ok 那为什么叫Auto Mobile 因为Auto 加上Mobile OK Mobile代表它是可以移动的嘛 那Auto 就是Self 它自己可以移动的东西 就叫车 OK 那 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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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 类似的像 我们讲说 这个 这个 Automatic Automatic 自动 对不对 他 他的翻译直接就有Self的意思 OK 那 这边的Auto Partition 就是Self Partition OK 因为我们的Partition 用来Partition的线 都是从自己的那个原来的那个那个集合S里面的Segment延伸出来当做切的线 所以这是我们叫为什么我们叫它叫Auto Partition OK 那这是二维的情况 对不对 那如果是三维的话 三维的话 OK 我们也可以讲是一个Partition是Auto Partition 那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说 呃 如果说我们呃 大家记得如果三维我们要切是用平面来切对不对 OK 就如果说呢 我们在三维的 Object 假设假设那些Object是Polygon Input是一个Polygon 是都是Polygon 都是那个多边系 那我们这个这个切的那个面啊 OK 都包含这些Polygon 都包含至少一个Polygon 那那我们叫这样子的切法在三维上面 也叫Auto Partition OK 好 那 基本上 这种所谓的Auto Partition的这种切法 哦 是有它的好处的 OK 因为 你这样子 呃呃呃 你可以想象到 OK 呃呃 呃 你这样切 你至少会把某一个Object 包含在 这个 你的 这个 Intermediate Node的里面 对不对 你不会把它切开来 对不对 所以 这样子 就 你有 你 你会把 就是你 你会有那个 破 那个Fragment的 机 的那个 的机会就比较少 对不对 OK 所以 这个 这个 这个想法 所以这个Auto Partition的想法 其实是 对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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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P tree的size下降是有帮助 好 讲到这边 OK 我们 呃 终于可以来讲一下 OK 假使 你已经建构了一个BSP tree 假使你已经建构了一个BSP tree 那你要怎么样子 呃 能够把这些Object 当然是在BSP tree 这些 这些Fragments 啊 就是说 画出来 OK 就是随便给定一个 就是说那个眼睛的位置 你要能够 由远到近 把这些Object 画出来 那你要怎么做 OK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OK 啊 它也是一个 递回的做法 OK 它也是一个递回的做法 OK 你 假设 如果说你的Input 是你那个一个Tree 喔 一个Tree 跟你的这个P View 就是你的View Point OK 你眼睛在的地方 好 那你先看喔 如果说呢 你的这个V喔 这个从这个 你一开始从这个 这个 这个树的这个 这个树根开始喔 OK 如果这树根 它已经是LeaveNode 它已经是LeaveNode OK 那你 就很简单 就把这个LeaveNode 包含的 Object OK 把它画出来就好了 OK 所以你就 Scan Convert the object Fragments in SV 就是存在V里面的 这个 这个Fragments 把它画出来 那如果不是 就是 就你现在这个 这个树根喔 树根 这个V这个点 不是LeaveNode OK 它既然不是LeaveNode 它是不是一定会有一个 Hyperplan 对不对 一定有个Hyperplan 那它如果有个Hyperplan 那它一定会把空间 分成 两块 对不对 分成两块 OK 那 那 你就看 你的Viewpoint 你的Viewpoint 是在这空间的 哪一块 OK 呃 就是如果它在这个空间的 这个这个HavePlan 切开这个两个空间的 上面的那一块 OK 呃 呃 呃 切开的两块空间的上面的那一块 也就是说 比较像是 我们右边的那个图 右上边那个图的样子 那我问同学啦 你看这个图 哪一些 object是 是离你这个Viewpoint 比较远的 是不是 你的那个 就是 呃 就是 左指数 对不对 是不是你的左指数 就是 你的那个 这个这个 这一部分 在HV-的这一块 这一块是不是离你的Viewpoint 比较远 OK 那你就 就 就 call这个 就做这个recursive call 去call painter painter's algorithm tf OK 然后呢 再把pview 这个viewpoint pass过去 OK 他就 他就自动会去帮你画这边这一块 OK 然后呢 再来你 就要画 被这个线 被这个切开的这个 这个HavePlan 包含的object 像在这个例子 右边这个例子 是不是这边 在这个这个这个线 这个切开这条线上面 有一个 是不是有一个fragment 是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object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segment 在那边 你要把这个 在在这个sb里面 存的 这个object fragment 把它画出来 OK 然后再来 是 这上面 这些 上面这些 在hd plus上面的 这些object 这些object 那这些object呢 会存在 你的 右指数 对不对 这个这个这个点的 右指数 所以你再去call painter's algorithm 这个t plus pview 对不对 OK 那 这个是 如果pview 是在这个这个 这个切开这条线的上面 的情况 如果在下面 刚好颠倒 对不对 你画的顺序 要把它相反过来 所以你看 上面那三行 是不是你看 如果pview 是在hv-的话 你是先去call painter's algorithm 这个t plus pview 然后scan convert 这个object fragment in sv 然后在painter's algorithm 这个t-pview 这三行 刚好跟前面那个pview 在hv plus 刚好是完全颠倒过来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两个都不是 这两个都不是什么情况 就是说 当你的viewpoint 刚好是那个切开那条线上面 OK 你的viewpoint 刚好是在那个切开那条线上面 对 在这种情况 注意 在这种情况 你可以想象的到 OK 你 那个 你其实呢 这条线包含的物件 因为你的眼睛就在那个 那条线上面 这条线上面包含的物件 那些flag 那些segment 其实你只看到一个点 对不对 对 那你可能说 老师不对啊 那这个是二维的 那三维呢 三维的话 代表是说 你的眼睛在那个切开的半平面上面 当你眼睛在那个切开半平面上 如果当那半平面包含一些 这个这个这个polygon的话 那些polygon 你眼睛看到也是完全平的嘛 也看不到任何东西 OK 所以很你注意到 这个在这个在这种情况下面 你跟上面唯一不一样的是什么地方 你不需要去把那个 在sb里面的这个fragment把它画出来 因为你根本看不见 OK 那你的确是要把这个这个存在这边的object 跟存在这边的object 把它画出来对不对 所以呢 你需要call recursive call 这个pandas algorithm t plus 这个pview 跟pandas algorithm t minuspview 但是注意哦 这个时候你说 是这条线上面的离你比较近 还是下面的离你比较近 哪一个比较远的 其实没有没没人说的准 没人说的准 OK 所以呢 严格讲起来 这两这两行 前面的这个前面的这个这个演算法 这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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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序是不能够颠倒的 但是这两行 的顺序 是可以颠倒的 是可以颠倒的 这颠倒不会造成任何的问题 OK 那这个pandas algorithm呢 基本上对就给定一个BSP去随便拿一个view 那的view point 在哪边都可以执行 那你可能会问说那这个pandas algorithm的实行的复杂度是多少 OK 你可以想想看 当你的BSP去上面如果有有N个fragment N个fragment 你按照这个pandas algorithm去把它画出来的时候 你刚刚好OK 就不管你的这个这里面下面下面怎么执行 你其实会刚刚好每一个fragment都会被画 而且会只会被画一次 他会按照 有远到近的距 就是说离你这个眼睛有远到近的距离 只画一次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pandas algorithm 他的复杂度 其实就是跟你 这个BSP去里面有多少的fragment 成正比 OK 讲到这种问题 OK 那 如果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 休息一下好不好 我们休息个 15分钟 好不好 那回来我们再继续往下进行 OK 好 谢谢 所以 那我们前面 已经介绍了 过说 就是说 BSP3 可以 用来 执行这个pandas algorithm 对不对 那我们当然希望能够 就是 怎么讲就是 建构出 比较 比较好的 比较好的 PSP3 对不对 比较好的 PSP3 那 什么叫比较好的 PSP3 就是 这个 这个越小越好 OK 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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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事实上呢 对于那个 呃 当然 这个这个 因为这种pandas algorithm 通常是用来 画 这个 三维的空间上的东西 所以呢 OK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 就是 嗯 就是我们必须要去考虑说 怎么样子 能够 能够把 这个 三维空间上的东西 表示成 所谓的 用polygon 来画 OK 那 如果说三维上的 的物件 哦 用这个 这个三维的polygon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 就是poly polyhydra OK 就是 多面体 多面体 就是我们可以把 三维空间上的东西 表示成 所谓的 多面体 OK 这边注意一下 OK 我们 就像说前面 我们在讨论 那个 这个 嗯 就是 那个 那个地图啊 呃 很多 我们在 这个计算集合上面 处理的 这种 这种物件 哦 这种物件 其实呢 我们 都会把它 这个 做一些简化 就像地图上面的 如果说有 这个道路 我们事实上把它 会把它 变成这个 一段 用一段一段 线段 线段来 逼近这个 弯曲的道路 对不对 OK 或者说河流 如果说是弯的 我们也会用 线段来 表示啊 OK 就是一段一段的直线 对不对 那同样道理 OK 那如果一个 是有曲面的 东西的话 OK 因为 呃 不管是曲线 曲面 这种东西在 计算集合上面 都不是一个 很好计算的东西 所以我们 通常是 把它 这个 就是 三维上的东西 我们都是用 所谓的多面体 来逼近 OK 那 用这种多面体 来逼近了以后呢 那 你不是有很多的 这种 面吗 对不对 我们叫那种 一个一个面 多面体的一个一个面 叫face it OK 叫face it 那这些face it呢 因为 就是 基本上也是一个polygon 那这些polygon呢 我们都 假设 他们 可以被 triangulated 就是被 就是 变成三角形 所以呢 OK 严格讲起来 在三维空间上 OK 我们 要去 这个 考虑去建构 BSP tree的 这些object呢 其实就是 就是 这个所谓的三角形 OK 一堆三角形 OK 那 这个 这个这个 那这些三角形 那 其实 总和起来 可能会 用来描述 一些 三维的 所谓的object OK 那当然 OK 这是三维的情况 那 我们 在讨论3D之前 我们先 呃就是说 那个这个这个 因为想法其实是一样的 OK 所以我们先 考虑二维的情形 OK 二维的情形 那在二维的情形呢 OK 我们 当我们把那个那个问题降到二维的时候呢 OK 那 那 当然 我们要切的 就不是一个 就是平面 而是直线 对不对 OK 那我们这边呢 要考虑 要切开来的 object呢 其实是N个 所谓的non-intersecting line segments OK N个 没有相交的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线段 OK 那 我们 就是 会 就像我已经 刚刚前面已经讲过 就是说 因为autopartition 其实是有好 有它的优点 对不对 因为 你 用autopartition 理论上 你那个 用autopartition 去延伸出来的直线 至少那个 include在里面的那个 那个segment 它就不会 再被 切开来了 对不对 所以说你的那个segment的数量 就是会 会可以 可以理论上是可以减少的 那我们这边先讲一个这个notation 如果一个segment 那它延伸出来的那条直线 我们叫它LS 好不好 LS 就是你看那个图那边 就是这个这个slide上面的那个 右边那个图 就是你对这个segment 它的那个延伸出来的线 我们就要L 刮补S 对不对 好 那 OK 那 那我们基本上呢 这个BSP 这个 这个2D BSP 这个演算法其实非常非常的直观 OK 就是你看我们inputs1 s1 s2 s2 sn 有n个line segment OK 然后呢 我们希望得到是一个BSP tree OK 就是这个这个 然后呢 那我们先看如果cardinality 这个s的那个集合的大小 小于等于1 那我们就直接建构一个点 一个节点 然后呢就是来这个 嗯 呃 等一下哦 直接建构一个节点来 来 来存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s里面的这个集合的object就好了 OK 那就结束了 OK 那如果它的那个segment 是这个这个 就是说在这个集合S里面的segment 是大于1的 那我们就很简单 我们就直接呢 拿 第一个segment 第一个segment 我们把它延伸成一个直线 OK 然后呢 在这条直线的上面的object OK 上面的object 我们叫S plus OK 所以你看S 这个小S 交集L S1 OK 这个这个结果 OK 我们叫 就LS1的plus OK LS1的plus 是那条线 那条是延伸的直线的上面的 一半 跟这个S的交集 OK 这样子的 直接所有的segment OK 有可能是frag 有可能是fragment 那我们叫S plus OK 那这些S plus这个集合呢 我们去call这个 这个另外再去call一个2D BSP OK S plus 然后它会回 它会传回来它这个root 那我们把这个root OK assign给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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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指数 对不起 右指数 对不起 因为它是T plus T plus 是应该是右指数 那如果说是 就是那个segment 在这个LS1的这个负 就是在这个S1延伸出来这条线的下面 跟这个S交 这个每一个segment交集的那个 我们叫这个集合叫S负 那这个S负呢 OK 我们也去call这个recursive call 这个2DBSP S负 然后得到的是左指数 那就是我们叫这个T负 OK 那 那我们在这边create BSP tree T 那with root node v 然后呢 left subtree是T负 right subtree是T plus 然后呢 还有记得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是用S1延伸出去的嘛 的这条线 所以说呢 我们要把这个S1 这个这个这个就是或者还有可能还有别的线段 也在这个S1延伸出来的这条线的话 我们要把这些包含包含S1跟可能有一些是被这个S1延伸的线 所包围的 所包括住的这个object 放在SB里面 OK 然后再来就是把这个数还回去 return tree OK 那这个当然是很直观的做法 对不对 这个很直观的做法 他唯一遵循的这个概念就是所谓的autopartition OK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把这个 因为这个演算法 事实上它是一个所谓的deterministic 就是完全是 就是说给定这个sequence S1 S2 S1 它其实是 就是建构出来的 BSP tree 是唯一的 就是 不会变的 那有没有 有没有办法可以 把这个2D BSP 这个演算法 把它弄的比较好一点 OK 有两个事情 我们可以做 第一个事情 OK 我们可以 加入这个所谓的random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 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 就是说有 我们这边写另外一个演算法 叫 L algorithm 2D random BSP 那还是一样的 S集合 但是呢 这边在第一行里面 我们先 对这个S 做一个random permutation 得到S' 这个S' 这个S' 是原来S的那个 那个集合 这个的那个 undersegment 的random permutation 然后呢 我们再去call 这个2D BSP OK 所以跟前面的演算法 唯一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们这边先开 在开始的地方 先去call一个 random permutation OK 那 这样子就会有一些帮助 OK 那 嗯 就是 嗯 嗯 所以 这个 这是第一种做法哦 我们可以 就是说 把2D BSP 这个演算法 变得比较好 那为什么 加入这个random 它就会比较好 我等一下再细讲 OK 等一下再细讲 那 第二种做法 是说 我们在选那个segment 来切的时候呢 OK 为了要避免 就是 切出来太多的这个fragment 我们可以选择 那些 嗯 segment 有提供这个 我们叫free split 这种的segment 什么是这种的segment呢 这边解释一下 我们拿这个图来给你看 OK 就是 你可以看到说 在右边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这边这个图 你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region f 这个f这个region 这个灰色区域里面 OK 这个灰色区域里面 它是不是有一个 这个segment 跟这个segment 对不对 对不对 那 你会倾向 选择下面那一条segment OK 为什么 因为呢 这个region OK 这个这个segment 它会把这个region 切开来嘛 对不对 那当然也有可能会把这个region 里面其他的在这个在这个region 里面的其他segment 也切开来 但是你看 当你的这个segment 它已经跨到这个region 外面的地方了 OK 它是不可能再去切到 在这个region里面其他的segment 对不对 对不对 老师我们这边这条线不是会延伸切到这个 比如这边延伸 延伸不是会切到这边来吗 这边往左边延伸 不是会切到这边这条线来吗 不会 这个都不会切 这个都不会延伸出来 这都不会延伸出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个它在这个region 就会放得住了 OK 所以严格讲起来它不会 不会拉出来 不会拉出来 那你要怎么样子找到segment 可以提供这样子的free split 这样子的segment 很简单 你只要对每一个segment 你去维护两个这个这个boolean variable OK 就是就是boolean variable 那一个每一个代表说 这个这个segment 是不是现在它的两个端点 是不是在这个region里面 OK 如果说你这两个boolean variable 它都说 它的左端点跟右端点都不在这个region 的话 OK 那你就很明显的知道说 这个segment 一定会可以对这个region 提供一个free split OK 那你就 你就会就是怎么讲 就是说 给这种segment OK 就是 当在选择那个spread line的时候 你对这种segment 就说就给它优先权 OK 给它优先权 好 那这刚刚讲的第一种跟第二种 OK 第二种 严格讲起来 它的它的好处 比较难分析 OK 比较难分析 因为这个太复杂 OK 但是第一种它的好处 是可以分析得出来的 OK OK 我们看下面的例子 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size of the bsp tree OK 基本上就是the number of fragments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件事情呢 其实呢 其实呢 很 就是说非常 就是说这个仰赖 你这个 就说刚刚讲那个segment的那个 那个 你你先用哪个切再用哪个切 他那个这个这个这个 permutation 的这个这个这个是很是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OK 我们举下面这两个图当个例子 这下面两个图都有三个segment OK 只不过在左边的这个A图A 你看我们是左下边的这个segment叫S1 中间那个segment叫S2 那右边这个segment叫S3 对不对 OK 它的排序是就是S1 S2 S3 这样子 那右边那个图呢 也是这三条segment 但是呢 我们先选了中间这个S1 再是左下边是S2 在右右边这是S3 对不对 那 这个顺序有什么影响 我们看一下 当你S1 开就一开始选S1的时候 你这S1延伸出去 他是不是把S2 跟S3都切成两块 对不对 然后呢 well 再来就是左半边 右半边再个别选 但是基本上 OK 你可以知道说 这个S1 S2 S3的这种选择方法 保证 你至少会有五个segment 应该说五个fragment 五个fragment 五个片段 对不对 因为S2变成两个片段 S3也变成两个片段 S1 是唯一一个保持一个片段的 对不对 但是呢 当你 先选了S1 再选了S2 再选了S3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很好玩的事情就发生了 你看 因为S1会把这空间分成上下两块 对不对 那下面这边 就算是你选了S2 因为S2 会把下面这个region 这个区域切成两块 但是呢 他到这个S1的这一条线就停下来了 对不对 因为他切就不会切过超过这个region的bundering 同样道理S3会往下切 但是他切到S1的这一条线也停下来 对不对 所以呢 你看 就是同样的三条线 你的顺序少为不一样 左边你会有五个fragment 右边你只有三个 这个segment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这个切的顺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要让大家了解的 OK 那我们现在 OK 定义一下 OK 基于那个 这个 这个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应该说给定一个SI 然后呢 他 他都要到SJ的中间的segment OK 我们定义他叫做 这个DIST 就是SI到SJ的距离 OK 就是说 就是这个 不管 这个segmentSJ 会不会会不会被SI的延伸那条线 被切 所说切开来 OK 那我们假设 他 就是SJ 可以被SI切开来的话 OK 那 这个 这个 DEPENDS on the segment that are also Cut by 这个 ISI and are in between SI and SJ OK 所以你看 就是如果SI在 SI是不是在这边 对不对 SI在这边 然后呢你看 就是我们定义 SI到 这条线 到这条线 的距离 是0 为什么 因为SI延伸出去的这条线 跟这条 segment 之间 没有别的线 对不对 所以他的这个Distance 是0 OK 那 跟这条线 跟这条线的Distance 是1 因为 这个SI延伸出去 的线 切到这条线之前 他会先经过这个 这边这条线 对不对 这条线 对 所以呢 所以SI跟这条线的距离 是1 跟这条线 同样道理 跟这条线的距离是2 OK 那当然 另外一个方向 SI跟这条线的距离是0 跟这条线的距离是1 对不对 OK 这应该蛮容易了解吧 OK 但是当然 如果说呢 OK 你可以看到我们Distance 这个SI到SJ 我们定义是这样定义的 就是这个Number of Segment Intersecting L SI OK In between SI SJ OK 就如果SI 会把SJ切开的话 但是如果不会 就是 如果S 就是说 如果这个这个LSI 你延长到无线 这个 这个这条直线 SI延长出来这条直线 他就是 他根本不会碰到SJ的话 那 那SI跟SJ的距离就是 就是定义层无穷 就是正无穷大 OK 我们定义这个Distance 是这样定义 好 那 这边呢 OK Base on 刚刚的那个 那个那个 的那个 就是说那个定义 OK 那 我们知道说 OK 第一点 给定量的定义的话 就说 For any finite distance OK 就是说 they are at the most two segments with the same distance one on either side of SI 为什么 你可以看到说 这是SI嘛 对不对 他跟他距离0的 是不是上面有一条 下面有一条 跟他距离1的 上面有一条 下面有一条 对不对 就是会有 就是说 距离一样的 就距离一样的 就距离一样的 就是说对SI 距离一样的 就只会有 最多两条 OK 有时候可能 会只有一个 像这个例子 你可以看到说 他上面有个distance 2的 下面只有 下面没有 下面没有 对不对 OK 那那 但是不管怎样 就是说如果会有 如果会有 最多也只有两条 OK 好 再来 OK 再来这边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析 假设K 代表的是这个 这个SI到SJ 这个 这个 SI是延长线 切到SJ 之间会有几个segment OK 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那个数字 我们叫他K 那假设我们把中间 这些segment 就是 叫SJ1 SJ2 一直到SJ K 好不好 他在就是他当然在SI 跟SJ 之间嘛 对不对 那总体想想看哦 你这个SI的这个延长线 要切到SJ OK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 在一开始那个Permutation OK 记不记得 我们是Permutation 在前面的会可以切后面嘛 对不对 前面的可以切后面 因为我们 我们选来 当做那个 那个切的 就是SJ1 我们都选那个 那个 那个 那整个整个集合的最 第一个嘛 对不对 就是 这边嘛 在这个演算法 你看 怎么样 我们这边 在这个 如果只要Case 大 只要的Cardinari 大于1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是直接用S1的那个延长线来开始切 对 那S1是什么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Permutation里面的第一个嘛 那里面的这个 这个 就算说我们有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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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Cardinari 基本上也是满足 也是也是 会跟 就是跟他的那个 这个Permutation是 有这样的关系 OK 所以呢 OK 如果说呢 如果说 你这个 你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SI的延长线 要能够切到SJ 代表什么意思 SI 必须要 Count before SJ and 这个 这个SJ1 SJ2 SJ1 SJK 就是SI必须要在这些所有的这些线前面 对不对 就是在Permutation上必须要在所有的这些线的前面 对不对 那我们总共有几条线 总共有 SI SJ 跟SJ1 SJ2 SJ3 一直到SJK 对不对 总共有 K加2 这么多条线 对不对 OK 总共有K加2 这么多条线 你要把SI 选成第一个 这种机会只有K加2分之1嘛 对不对 或者说可以写说 DIST SI 瓜糊SJ加2分之1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你 LSI 可以切到SJ的几率 是不是小于等于K加2分之1 对不对 那当然有些同学可能会想说 诶 这不是等于吗 为什么是小于等于对不对 OK 那是因为说 OK 我们这边只考虑了 在SI跟SJ之间的线段 OK 那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OK 你当然有可能 你有可能会有一个线段在这边 这个线段 OK 他根本不在SI的延长线上面 但是呢 当你这个延长 当你这个线被先选了以后 这个线的延长 这个延伸出来 他就会把下面这些线段都保护住了 对不对 你SI延长线就会切不到这些线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没有算上 这种情况 OK 我们还没有算上这种情况 就是我们只算的说 SI延长线 所会相交的线 但是事实上还有一些线延长了 也有可能会把 就是 就是SI的那个 他的那个 就是说他 就是会把SI给给给 跟别的线给隔开来 OK 那所以说呢 基于这样的原因 所以才会有 这个小于等于 所以才会有这个小于等于 要不然就是等于了 OK 那 嗯 所以 我们这边呢 OK 看一下 就是说平均来讲 平均来讲 Total number of cut by SI 注意哦 每一个cut 每一个cut 是不是都会多产生一个segment 一个fragment 对不对 对不对 你假设有两个cut 就会多两个fragment 有多N个cut 就多N个fragment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这边讲的这个 你这边讲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就是说 total number of cut by SI 其实就是 SI会造成多少个fragment 对不对 所以 你去看他的expective number OK 那会小于等于 OK 你这边呢 我们考虑所有 不等于SI的线段 就是 就dist SI SJ 加二分之一 OK 对所有的J 不等于 I 的subvention OK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今天是考虑 所有SI 的线段 会不会被 被切吗 会不会被切 那每一个线段 它的那个几率是不是 就是上面这个东西吗 对不对 所以把它加起来就是了 OK 那这个东西呢 OK 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 同样的distance 是不是 最多有两个 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对不对 所以呢 再来 OK 我们现在全部的线段 有几个 全部的线段 是不是有N个 对不对 全部现在有N个 既然全部现在有N个 那我问同学一样 既然全部现在有N个 那他最大的距离 最大的距离 有 就是说 有可能的最大距离是多少 他最小距离是0吗 这应该蛮容易看的 对不对 他最小距离就是 假设这是SI 你可以看到 他的上面这条线跟下面这条线 距离就是0吗 对不对 可是最大距离是多少 就是K最小从0开始 最大是多少 最大是不是 你就是 你把SI 假设把所有的N条线 全都排在这一条上面 OK 那你把第一条 OK 就是SI 然后最后一条是你要切过去的那个SJ 中间剩下来的是不是N-2条 对不对 所以你最高的距离是不是N-2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你看 你的K是不是最小是0 最大是N-2 所以说你这边有K从0到N-2 K从0到N-2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 就像我刚刚前讲 你你一个距离最多只有两个这样的线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这边有多个写个2 在外面 你当然你可能会问说 不会啊 你如果说所有的线段 都都在同个方向 你才有可能最大的那个距离到N-2 如果是这样的情形 那你根本不会有另外一边 距离相同的那种 那种就是成对的这种情况 对不对 你可能会说那 那为什么我们这边还有个2 没有关系啊 因为这边我们讲的是 小于等于嘛 这边本来就是一个不等4嘛 只要那个小于等一直还可以 一直还可以过去就好 就算是没有 没关系加个2 就是多一个2 那个他的那个了不起是不相等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好 你也就是说两倍的这个summation 这个东西 好两倍的summation K从0到N-2 你把它带进去看 就两倍瓜糊 K的1嘛 就是2分之1嘛 K的1就是3分之1 K的2就是4分之1 一直加5分之1加6分之1加到什么 加N-2 N-2加2 就是加N分之1 所以 所以2分之1加3分之1加4分之1 加到N分之1 这样子的 这个这种这种数列的这种这种这种核 大家应该在维基分有学过 这就是LogN 就是LogN 所以两倍的LogN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核 就是 或者说你可以讲说 他的expective number of cuts 就是 generated by SI 是小一点 两倍的LogN 那 如果SI 是这样的情形 OK 所有的线段 其实他的expective number of cuts 都是这样子 OK 因为 我们讨论的是random algorithm 对 randomized algorithm 就是说 你就 by linear linearity of expectation 所有的这个 expective number of cuts generated by 所有的segment 都是这个 都是 都是 每一个segment 都是2LN 所以说我们有N个segment 所以说是 这个两倍的LN 乘上N 所以就变成 2NLN OK 然后 这个是多出来的fragment 多出来fragment 那记得我们原来的fragment 也要加进去 原来有几个segment 有N个segment 对不对 所以说变成N加上2NLNN 这是这个这个expected total number of fragments OK 那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知道说 呃 BSP of size N加2NLNN OK 存在 OK for any set of 这个Nsegment OK 所以呢 OK 这是一个平均嘛 这是一个平均 OK 你的平均会有2NLNN的这样的segment 那 那你 呃 呃 就是说 你可以 呃 这样讲就是说 你 你就算是多了2倍的 多1倍的这个fragment OK 那 至少有一半的 这个这个permutation OK 会给你 N加4NLNN 这样子size 对不对 OK 上面那是平均嘛 对不对 你把这个东西 就应该说 2NLNN是你的平均 2NLNN是你的平均 OK 那你把这个double 你把这个double OK 那你的这个 所有的permutation 里面至少有一半 应该他的fragment的数量 会小于4NLNN 就是他应该说他的card的数量 会小于4NLNN 然后再加上原来的N个segment 所以说是N加4NLNNN OK 那这边呢 我们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说 呃我们在call这个2drandom bsp去建构这个bsp tree的时候呢 我们第一次建构出来的bsp tree 我们去看他总共有多少个fragment 如果他的fragment 超过N加4NLNN这个数字 OK 我们很简单 我们就重新呼叫一次这个演算法 OK 那重新建构一次bsp tree 当然我们要用不一样的random seed OK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基本上呢 呃只要我们就是说 因为他的那个 就至少有一半以上的permutation 选会会有这样子的呃会被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fragment的数量给帮得住 所以我们就是call这个2drandom bsp 两次之内 OK 这个这个expect number of trial is 2 就是你call这个这个演算法两次之内 应该会有一次他的这个fragment 你的size是应该会小于这个数字 OK 那 再来 OK 我们来想一下 他的这个bsp 建构bsp的时间 是多少 OK 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呼叫那个这个这个这个2drandom bsp的时候呢 他的第一行是不是就是这个 这边吗 就是做一次random permutation 做一次random permutation的时间哦 大概是跟你的那个那个这个这个segment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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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线性的哦 所以说呢 你这边 OK 这边 这个这个computing这个random permutation 大概是线性的 大概是线性的 再来你去call这个2d bsp嘛 对不对 那 你去看那个2d bsp哦 基本上哦 去掉那个recursive call 去掉recursive call 就是这个 你把这一块去掉 你把这一块去掉 你当你不考虑这一块的时候 其他做的事情基本上也是跟大概是跟你的segment 呈线性关系 OK 那 OK 这边 对不起 OK 这边 所以呢 OK never larger than n 就是他的那个 就是在去掉那个那个就是说recursive call的话 他的那个其他的部分大概都是线性的 OK 那那你到底有多少个recursive call OK 这个number of recursive call 他当然是被total number of generated fragment 给bump得住 对不对 OK 你最多每一个产生的fragment去呼叫一次 所以呢 你每你的你的那个次数哦 你的recursive call最多是n log n次 OK 那n log n次 你每一次这个就是说里面的跑的都是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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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就是所谓的那个这个这个 嗯 linear就是说这个这个就是线这个这个这个跟这个n 成线性的话那就变成n乘上n log n OK 所以呢 我们就得到这个结论说就是说这个bsp tree哦 他的size n log n这样子的这个这个order的这样子的bsp tree 那能够在这个expected time这个n平方log n的order 给建构出来 OK 那当然 你们可能会觉得说哇 这个这个这个当然这个bsp tree的size哦 n log n其实看起来还不错 但是他的建构时间是n平方log n 哇这个这个很烂啊 这个是n平方以上的order 我们这一堂课讲的演算法几乎没有几乎没有什么讲到n平方以上的演算法的这种这种这种情形 对不对 所以这是看起来是很坏的演算法对不对 但是记得一下哦 这个这个建构使建构这个bsp tree哦 基本上哦 通常都是在offline的时候在做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记不记得我刚刚讲说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正在real time在执行的是那个所谓的painters algorithm 那我讲过painters algorithm基本上跟bsp tree的size有关对不对 它基本上就是跟bsp tree的size是同一个order呢 对不对 那bsp tree的size就像我刚前面秀给大家看 它是n log n嘛 所以painters algorithm所花的时间就是n log n ok 那至于说bsp tree的建构的那个时间基本上它是在这个游戏设计完了以后 在玩家玩游戏之前ok就预先先把bsp tree给建构好 然后放在这个游戏里面的ok 所以它不是在这个real time需要被执行的东西哦 它只有需要被建构一次而且呢它是offline的时候去建构的 所以呢ok虽然说它比较昂贵一点点哦 但是呢因为它是在offline只做一次的东西所以呢比较没有那么重要 ok那当然呢就是说呃这个bsp tree哦 就是说你可能也可能也可能会想说呃那有没有可能说我们建构出来的这个bsp tree呢是有可能是unbalanced的就是所谓的就是 skewed 就是就这样觉得是很坏的很坏的这就是很坏的情形啊 好就是一个很坏的情形 那这是很不好的情况 但是呢 其实呢 虽然说 我们的演算法里面是没有 去避免掉 说OKBSP tree可以是 skill的 这边没有任何的 这个部分去 避免说BSP tree 是skill的 当然我们可以把 这边是我们可以做更好的行业 是说我们可以把 那个freeze 那个概念也加进去 但是我们这边也连这个都没有加吗 对不对 那那当然 理论上 你那种skill的信息 有没有可能发生 我不能跟你讲说 完全没有可能发生 但是 机会很小 为什么 因为 你要这种skill的信息会发生 你当你的 那个segment 注意我们在玩 就是说我们在讲的这种应用是 就是 譬如说 这个 这个polygon 对不对 这个 就是triangles 就一堆三角形 或者说 空间中间的一堆三角形 或者说平面中间的一堆直线 那那个直线 或三角形的数量都是很庞大的 既然那些 这些东西的数量都这么庞大 那基本上 你 你又把 random 就做过random permetation 那 你得到的数 要是skill的情形 这种机会 是很低的 是很低的 我不能讲说 不可能发生 我只能说 因为你有做random permetation 那你的n又很大 所以 我只能讲说 在实际 实际执行上 OK 是 这个东西 就是 这个quadratic complexity happen when BSP3 is unbalanced 但是呢 which is unlikely to happen OK 好 那最后面呢 OK 这边 我们要 就要去讲说 三维的情形 为什么 因为 因为其实呢 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说 我们 像这个 玩这个 price relation 或玩这种 Doom 这种 这个 这个走迷宫 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 其实都是三维的 这种 这种游戏 对不对 OK 所以呢 到最后 你都是要把里面的 object 把它变成那种 多面体 然后把每一面 变成 就triangulate 变成一堆三角形 然后来 来做这个3D BSP OK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3D BSP OK 跟这个2D的BSP 基本上 几乎一模一样 跟这个地方 跟2D BSP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唯一稍微不一样的地方 你看像 colonality小一点1的话 就是有一个 你的root node 就也是leaf node 就结束 那然后 再来 如果他这个 这个colonality 就是S 集合里面 大于 这个物件 大于1的话 你就是要建构一个 plan OK 你这边就不是用 建构一条线 那你这个plan呢 你这个建构 这个plan 你是用这个t1的 这个第一个triangle 第一个triangle 建构这个 这个平面 就是包含这个t1triangle的 这个平面 OK 来切开 这个空间层上下两块 OK 那上面那一块 当做右指数 下面那一块 当做左指数 OK 那基本上 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这样 基本上都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那 因为 他整个架构 几乎完全一样 所以他复杂度 基本上也一模一样 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个 那个 那个不一样 当然这边 这个演算法 这个3DBSP 也是 也是不是 他也是deterministic 你也是需要去建构 另外一个3D randomBSP 这个BSP OK 先去把这些triangle 先去做randompermutation 再去call这个 OK 就跟那个2D randomBSP一样 你要 你要有一个 这个 这个东西 OK 你只把这个 这个2D 变成3D 变成3D 那然后这边 你这个 这个变成 call3DBSP 就这样子而已 其他都 都一样 那也就是因为 它都一样 所以它的实验复杂度 什么空间复杂度 的分泄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好不好 所以这边就 到这边 OK 这一张 就 就结束 OK 同学有没有问题 这边要跟同学提一下 那个 我 今天晚上会把 那个第五个作业 也就是说 上面一张的 跟这一张 的题目 上传到 这个E class 上面去 所以请同学 就是 记得要 上去看 要把它 下载下来 在这两个礼拜 赶快做 OK 那个 就是 那 dayline是下下个礼拜三 好不好 那 那我会 就是说 这请助教 至少在 你们期末考以前 改到 第五次作业完 好不好 也就是下下下礼拜之前 OK 因为我们是 下下下礼拜三 考试 所以 我会请助教 下下下礼拜一 之前 改到 因为你的 第五次作业 due day是下下礼拜三 所以 连前面的作业 跟 礼拜 第五次作业 希望 下下下礼拜 三 礼拜 礼拜一之前 可以把它改出来 给你们 好不好 这样子 那讲到这边 同学有没有问题 那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 跟同学提醒一下 我们 下礼拜 跟再下人 礼拜 我们应该会 我看了一下 我们大概就只能上一张 也就是说我们会去上 这个 这个东西 Robot Motion Planning OK 那因为这一张 光slide 大概就 接近 接近 中 多少张 大概接近50张 接近50张 slide 所以 大概 也是需要两次 上课的时间 我每次上课的时间 大概是 20出头张 OK 20出头张 所以 所以 大概 就是 我觉得说 也会不要 赶赫 会不要赶赫 所以 大概就是 把这一张 交完 OK 那 如果说会多一点点时间 那 我就留下来 给同学看 有任何问题 就是说 我们都可以讨论 好不好 这样子 然后再 再来还有一个 一件事情 要跟提醒大家 就是 期末考 跟期中考 一样 也是 你可以带 一个page的cheat sheet OK 就跟 就是完全一样的style OK 那 当然 写什么东西 我不管 但是 就一张 好不好 这样子 那 讲到这边 有没有问题 如果 没有问题的话 那 我们今天 就到这边 好不好 OK 那 就 OK 就先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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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拜拜 优优独播 好 看看 对